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昨天被网友拉进了一个交易群 好家伙,可算是开了眼界 里面什么牛鬼是人都有 有做股票的,做期货的,做外汇的,做期权的,炒美股的 还有炒...就是那个研究区块链的,大家都懂的 那么里面的话题也是五花八门 从马斯克到李云迪,从三体到光刻机 从鸦片战争到贸易战 天文,地理,哲学,历史就无所不聊 关键他们整天聊,凌晨两三点还在聊 那么据我观察,这个群里大多数人做的交易都是超短线 特别是那些所谓研究区块链的专家 那么晒单最勤快的就是这帮人 大半夜不睡觉,还跟打鸡血似的,也是这帮人 那么我在群里面看他们的表演就默默退群了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交易者是没有未来的 一方面是他们的交易没有未来 频率太高了,要胜率没胜率 要盈亏比没盈亏比,最终是必死无疑 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生活没有未来 比如说生活了,他们连性生活都已经放弃了 大半夜都还在盯盘做单,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工作有多辛苦多刻苦呢 那么我呢,曾经也有过这样的阶段 所以呢,我知道表面上那是刻苦是努力,实质上是恐惧 在经济学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formal 意思是对错失的恐惧,比如对错失资讯的恐惧 所以很多人会不停的刷手机,看热搜,就怕错过 再比如对错失机会的恐惧,所以很多人做交易会频繁的做单,时刻的盯盘 包括那段很久山东西的广告词,你错过了80年代的下海经商 错过了90年代的股票暴涨,又错过了21世纪的房地产 难道还要再次错过某某某吗 像这些你看,都是对人性当中formal的精准的打击 那怎么去克服呢 那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多找几棵树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说一个人的这个故事,大家都懂了 那么这个人叫李承卢,是国内还算是比较出名的演员 像中安六祖,他主演的冯小刚电影林的大腕 也有一段他多名场面 看过的朋友可以弹幕里告诉我 那么李承卢最起初的职业并不是做演员 他是靠开这个商场做这个服装批发起家的 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赚到了上千万身家了 后来他开始筹外汇 各位,账户资金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300万美金 按通胀率上的话,最少相当于现在的10个亿人民币 最后他的故事就很粗套了 他爆仓了 账户的资金全部亏了个金光 各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像这种巨量的爆仓从天堂直接摔到地狱的这种爆仓 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能不能扛得住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不怕一无所有就怕曾经拥有 那李承卢怎么扛住呢?就是我说的 他没有在一棵树上去吊死 他的实业公司依然在干 而且后来他还干起了演员这个行业 我们所说的FOMO对错失机会的恐惧 但如果你是一个根本不缺机会的人呢 你还会这么恐惧吗? 包括很多人讲的交易耐心的问题 如果你下周就急等着要还信用卡 又怎么可能会有耐心等机会呢?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看来交易心态的问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 当交易的收入呢 只在你所有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 那什么盯盘的问题 什么做单平板的问题 恐惧下单的问题 厌恶之等的问题 重仓的问题 等等什么做交易引发的生活情感问题 这些都将通通的不再是问题 其实很多人做交易 做着做着就磨葬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奔着赚钱去的 奔着改善家人生活才进入这个市场的 但进入之后就陷入进去了 就磨葬了 就开始变得沉迷交易 难道我们真正该沉迷的不应该是赚钱和改善家人的生活吗 再强调一遍 既然赚钱和改善家人生活是我们做交易的初衷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沉迷交易本身 而应该沉迷是赚钱 沉迷改善家人的生活 好了 希望今天视频能够给那些真心想做好交易 同时又想过好生活的朋友 能够带来一些启发跟帮助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评论可以留言区告诉我们 本期视频请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